大家好,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天文发现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对K2-18B行星的最新观测结果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背景 K2-18B是一颗位于距离地球约110光年的行星 它绕着一颗比太阳小得多的红矮星移星 这颗行星的大小基于地球和海王星之间 科学家们称之为超级地球 由于它的位置正好处于恒星的移居带类 这意味着它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 从而具备了知识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最新观测结果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是目前最先进的太空望远镜之一 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遥远行星的大气层 通过对K2-18B的观测 科学家们发现这颗行星的大气中确实含有水蒸汐 而且还有可能还有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其他分子 这些发现进度证实的K2-18B可能拥有适合生命存在的环境 这个发现的科学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外星行星大气层通的信息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行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其次水蒸汽和其他潜在的生命支持分子的存在 增加了我们在宇宙中寻找生命的可能性 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K2-18B上存在生命 但这一发现我已为未来的探索垫定了坚实的技术 这后让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将继续对K2-18B进行更详细的观测 以进一步确认大气中的各种成分 比寻找更多可能只是生命的迹象 此外随时技术的进入 未来的望远镜将能够提供更高分辨率的数据 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些遥远的世界 总之 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对K2-18P的观测结果 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可能适应生命存在的新世界 也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了新的篇章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令人振奋的发现 等待着我们 谢谢大家